爱好好听 爱的练习曲 亲爱的爸爸妈妈 前阵子我朋友和他女儿去欧洲自由行 在旅程中我朋友最在意的是安全 可是他女儿看中的却是要兴起有趣 所以就会有一见不同的时候 有一天要决定去哪玩时 我朋友一时没有注意语气 对女儿规划的行程说了一些批评的话 但女儿决定不让负面的情绪破坏了旅游的心情 就对他妈妈说 妈来刚刚那句话没说好 重来一遍 哇我朋友这时突然发现 女儿好像比自己成熟耶 于是调整了说话的语气 缓和了亲子关系中的张力 让彼此可以心平气和的表达意见 昨天我们家大姐加班到很晚 回家的时候买了一排布丁给大家吃 妈妈知道她的好意 但又心疼她辛苦工作 舍不得让她花钱 就带着矛盾的心情说 哎哟你怎么这么爱花钱 我听了之后知道其实妈妈想表达的不是那个意思 也不希望姐姐误会了妈妈的话而难过 就想起之前有跟妈妈分享过我朋友和她女儿的对话 于是我和妈妈说 来刚刚那句话没说好重来一遍 妈妈笑了说 好姐姐你享受花钱我们享受你花钱的快乐 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吃布丁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想不管到哪个年纪 我们都还在学习如何表达 有时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有时是一时情急 没考虑清楚就脱口而出 然后心里就马上后悔了 虽然俗话说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但在亲子关系中 难道我们要让没说好的话 跟着马儿 头也不回的往孩子心里去吗 或是我们可以悬崖了马 立刻道歉说 对不起 话没说好 让我重来一遍 给亲子关系中的失误 有修正的机会哦 让我们一起来练习对孩子说 亲爱的宝贝 爸爸妈妈有时可能太紧张 没有把话说好 让你难过 或是有时候你可能也没想清楚 就说了让爸爸妈妈伤心的话 但我们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让我们一起学习 彼此提醒 来 重来一遍 爱好好听 爱的练习曲 邀请您一起为爱练习 陪伴孩子 谱下幸福成长的神力 我们下次见 亲子疗愈语录 为亲子对话中的失误 开一条车路 对不起 话没说好 让我重来一遍 请不吝点赞